5.Ton & 酒酒 我发学回来了 回来了 快去把手洗洗准备吃饭 今天啊 吃栗子糕 为什么七个粒子糕 你要吃四个 只给我三个呢 我学中小伙伴的娘亲们 都不同二字强糕吃的 这个嘛 因为我们是神仙啊 神仙跟凡人的规矩啊 是不一样的 那我每天半夜 还要给你盖被子呢 我听别人家里 都是娘亲给孩子盖被子的 我们家为什么全反过来了 滚滚我跟你说 神仙界呢 其实都是儿子半夜起来 给娘亲盖被子的 他们是凡人 不懂我们神仙界 还有啊 其他小伙伴 除了有娘亲 还有个爹爹 我为什么没有呢 你是我一个人伤的 没有爹爹 因为我们是神仙嘛 神仙界的小仙童呢 是可以只有娘亲 没有爹爹的 可是 我还是想有个爹爹 姑姑又来圣了 这信奸是白纸帝君所作 当日婚礼之后 凤九执意要独自去凡事历练 孤身在外 若有什么要紧事 需同家里商量 就拿笔写在信奸上 她姑姑那处的信奸上就能看到 凤九去凡事前还走了趟冥界 见了谢姑愁 拿平蒲果给叶青蹄做了个身躯 将她的魂魄顺利提出来 放进了仙躯中 随后便来到凡界 独自生下了孩子 不知不觉已过了两百年 这两百年间 姑姑还真给我写了不少的信 告诉了我很多关于她的事 婚宴七十三日后 东华终于去青秋寻你了 你爷爷没能拦得住她 但也没给她什么好脸色 嗯 那魔族的公主 确然是大病痊愈了 妙华宝静也确实到了赤之魔族 说来我也真是佩服东华 当日她在青秋寻你不成 并即刻传信给魔族和鬼族 令他们在各自族内帮着找你 动静着实搞得很大 不过将八荒寸土翻遍也没找到你 我想东华应该已经猜到你去了凡界 哦 不过你也放心 数十亿凡事 她未必能那么有缘找到你 嗯 东华她瞧着不如往日精神了 清简得厉害 脸上也现出病容 哦 今日天上气候不佳 连我都染了些风寒 兴许她也只是风寒吧 爷爷和姑姑他们这样 倒像是我故意在躲着她 不过 我跟她也的确无声好说了 再也不见 也有好处 看看这次 姑姑又写了什么吧 凤九 东华她是何时查得了你与叶青蹄之事 五月初五那天 东华为心非圣的众仙定接官品时 宣布此后 瑶池将被永久成风 天庭不会再将 以奇缘而挣得仙果的仙者列入仙迹 此举再明了不过 是在拿叶青蹄威逼你啊 这倒果真是一个寻你的好法子 什么 她怎么可以这样 她怎么会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听说近些年因齐缘而飞升为先的 只我一人 殿下 帝君请您先去青云殿旁的琉璃阁坐坐 好 蜻蜓 以后同僚为先 彼此多照顾了 好 殿下 虽不识的奴婢 但奴婢却是早就听闻过殿下呢 奴婢是范英谷的一头小灵狐 两百年前被帝君救上的九重天 奴婢听说殿下也曾住过范英谷 我们范英谷很美 殿下说是不是 范英谷的确是很美的 对了 你可知道天庭有什么近况吗 近况嘛 却只有一则 死命星君常念到殿下 连宋君常提起殿下 帝君他 听闻帝君这两百年来 并不大呆在太成宫 大多数时候都在碧海苍林 崇林大人说 那里才是帝君的家 有帝君怀念的时光 哦 琉璃阁到了 殿下请进去等吧 奴婢在殿外候着